近年,越来越多人因为环保健康的原因而开始食素 到底地球发生什么事? 联合国的专家警告,如果我们继续维持目前的生活模式 吃太多肉,制造大量温室气体 到了2030年,全世界都会面临严重的极端天气问题 例如热浪侵袭,超强台风,山火和暴风雨 就好像巴西亚马逊森林大火,就是因为畜牧业 为了满足我们过量食欲的需求 容夫就要开狠大量土地,种植大豆和自养动物 而他们开狠土地的方式,会先砍一些树,再一把火烧它 释放很多二氧化碳到大气层,加其气候问题 而且大火会令到空气变得干燥,火势就更容易一发不可收拾 原来斩树的同时,亦都破坏了动物原有的棲息地 令到很多动物都无家可归 例如住在亚马逊森林的金刚鸣母,黑酥增面猴,美洲炮,巨刹,黑蜘蛛猴等等 超过3000种珍贵的动植物都会面临贫乱绝种的危机 这个情况亦令到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,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其实极端天气问题正正在影响香港 如果以后每个月都有超强台风,经常海水倒灌,夏天气温还去到48度 新的变种病毒更会经常出现 所以自己地球自己救,大家一起作然起行 吃少点肉,用刀叉对抗地球暖化啦!